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比较经典的法式复合蛋糕 用到了芒果和热情果的搭配 这个蛋糕一共有7层 我们需要做4种不同质感的食物 然后组装 先做第一层蛋糕体 准备好食材以后 把烤箱预热至225摄氏度 准备好烤盘上面放上烘焙纸 用低温加热黄油 然后放一边摊凉 开心果倒成粉末 和其他粉类一起 或筛 最后会留有一些开心果的颗粒 盛出备用 往粉里面加鸡蛋 然后搅拌 鸡蛋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 这样比较均匀 把淡凉的黄油加入到拌好的蛋糊里面 继续搅拌 然后就是打发蛋白 蛋白里加入柠檬汁 糖分三次加入 最后蛋白打至中性发泡 取其中的一些蛋白放入到蛋糊里面 搅拌均匀 然后把蛋糊倒入到原来的蛋白里面 翻拌 最后蛋糕糊只要混合就可以了 不用过度的翻拌 把蛋糕糊倒入烤盘上 然后用大刮刀把表面弄平整 刮刀可以平平的放 然后烤盘可以四周的旋转 用刮刀把蛋糕叶往四个角落推开 这样会比较均匀一些 最后把开心果粒 撒到其中的一半上面 然后放入烤箱 烤箱调制200摄氏度 烘烤9-11分钟 接着我们制作木糊 先把吉利丁片提前用冰水泡发 然后准备热情果和芒果融 把热情果切开 倒出汁和籽 然后把汁和籽一起放进料理机里面搅打 接着过滤 用同样的方法制作芒果融 也是把果肉搅打和过滤 这样果肉会比较细腻 把纤维都过滤掉 接着是煮牛奶 在牛奶里面加一部分糖和香草加热 直到糖完全融化为止 然后盛出过滤掉香草豆芽的外壳 同时蛋黄加糖打发 在打发好的蛋液里面加入煮好的牛奶 搅拌均匀 然后再倒回牛奶里面 边搅拌边煮热 直到蛋黄冒泡 接着加入蒙果和热情果的果融 一边搅拌一边加热 然后盛出 把泡发好的吉利丁片 挤掉水分 夹到里面 然后搅拌一下 使吉利丁片完全融化 然后放一边摊凉 同时打发奶油 把奶油打发至6分 等温度合适的时候 哪一部分的奶油 放到水果蛋糊里面 搅拌均匀 再把水果蛋糊倒入到奶油里面 翻拌搅拌 直到所有食材完全融合一起 接下来制作折离 先把吉利丁片提前用冰水泡发 锅里加入 芒果热情果的果融和糖 一起加热 直到糖完全融化为止 然后盛出 在里面加入 泡发好的吉利丁片 记住吉利丁片 一定要挤掉水分 然后搅拌均匀 如果有颗粒的话 可以过滤一下 芒果肉切成正方形的小颗粒 跟芝莉叶一起混合备用 接下来制作白巧克力淋面 同样的也是先把吉利丁片用冰水泡发 牛奶和糖粉加热 直到糖粉融化 牛奶有点沸腾的时候 加到白巧克力的上面 接着用双层锅 继续加热白巧克力 开始的时候先不用动 等白巧克力差不多融化的时候 用刮刀在中间开始搅拌 直到全部白巧克力融化 往里面加入 泡发好的吉利丁片 继续搅拌 使吉利丁片完全融化 然后备用 接下来是组装 先把蛋糕切成需要的形状 切两片 把有开心果的那一片 放到蛋糕模具里面 然后上面倒入木糊 用小刮刀把表面弄平整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冰冻 直到冻硬为止 接着倒入褶梨层 可以把蛋糕模具四周转动一下 这样褶梨液能够均匀的流到四个角落里 然后放冰箱里面继续冰冻 接下来倒入第二层的木糊 这一次禁用的是裱花袋的方法 这样其实比较均匀一些 然后同样也是用小刮刀把表面弄平整 把慕斯叶往四个角落推 然后使边缘也是充满了慕斯叶 放冰箱里面冰冻直到冻硬 接着放入第二层的蛋糕片 涂上褶梨糖浆 这样使蛋糕片比较湿润一些 然后倒入最后一层的慕斯叶 放冰箱里面冰冻直到冻硬为止 接下来倒入最后一层的白巧克力淋面 同样也可以把模具拿起来 往四周转动一下 这样淋面就可以均匀的流到四个角落里 如果上面有小气泡的话 可以用刮刀处理一下 然后冰冻至少三个小时 接下来是脱模和装饰 脱模之前先把蛋糕模具的外围加热一下 然后慢慢的把模具往上提 拿走蛋糕模具 开始装饰 进这次用的是芒果丝带 把芒果切成小薄片 然后随意的往蛋糕上面 把成丝带的形状 接着放上新鲜的薄荷叶做点缀 最后还可以撒上糖粉 这样这个蛋糕就做好了 如果要马上吃的话 也可以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简单的放上实用金箔做装饰 虽然这个蛋糕的做法有一点点的复杂 但是静觉得只要把这个食谱练好 就可以驾驭许多许多不同的法式复合蛋糕 而且绝对是party的C位哦 欢迎关注公众号静生活 或者订阅我的B站Channel Jeans Palettes 静生活 拜拜